大家好 今天是8月1日 星期四是8月份第一个假月天 股市的表现有点拉脚 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昨天市况上升的步伐比较速 所以今天高台有些短炒的回吐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先看看指数能否继续咬住10天的平均移动线 先看看今早的情况 恒指早市先是低开17,327点 之后曾经有点拉升 见过17,408点 这一刻相对昨天收市率升了64点 不过买盘不足 加上高台也有些甚深的零碎购买涌液 结果直至上午11点45分左右 指数已经一度轻轻倒跌96点 低见17,248点 而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17,280到90之间 由于今天只是8月份第一个假月天 很难说市场是先高还是先低 但以今早最低的指数是17,248点 最高是17,408点 就看看未来的几个假月天 到底指数是上破17,408点 还是跌穿17,248点 首先要看看10天平均移动线目前的情况 因为移动线10天线已经跌到17,274点 望高一点点就是250天线 是17,408点 我想说的是当恒生指数的大市 能够向上突破今个月的高位 即今早的高位17,408点 技术上就可以一举修复10天和250天线 也不知是有利后续作进一步推进 升不升得到 就要看到期间的成交金额配不配合 反过来 如果指数一路反复 从而低走在17,274点流下 即是指数仍然反复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技术上就绝对绝对不理想了 因为7月的低位是16,924 相对现在是238点 假设大市有三几百点的反复 已经可以一举下市回到16,924这个低位 一旦失手的 不需要我再说了 下一个防守性的据点 就要退守到今年4月19日的低位 16,044 所以未来一段时期 恒生指数能不能够咬住10天线 从而突破20天线 就很关键 都不知 成交金额配不配合都很重要 因为升市如果成交金额不配合 升市不可能维持得太久 顺带一提 现在8月初出 如果大家希望市场能够摆脱 6月7月连续两个月先高后低的话 8月初股市先行见一件低位 又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先低才有条件慢慢发展成为后高 只不过低位就不希望跌得太多 到最后 都是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而定 这一点在过去这几个月 我都一直觉得大市是没有动力的 偶偶升一次 明天已经是无以为计 五行欠水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两天快手有少少短定 只不过大市气候不配合 如果大市气候不配合 快手应该可以有少少计律上的反弹 因为始终由六十多元跌下来 已经跌了三十六%了 麦星指有快手的营购症 22787 行使价是60.05元 明年六月才到期比较长 实际公共是4.1倍 如果快手股价是43元 22787 22787 应该在7个仙 如果快手股价升度上46.2倍 其实不是很多 只有几元 22787 应该见到是9千2倍 潜着的升幅大概是31.4% 反过来 快手如果再受压 而低见41.9倍 22787 亦会低见6千1 潜着跌幅大概是12.9% 相关资料由升线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 升线这种快手的营购症 22787的街货和条款是怎样的 踢入升线网站 就看得很清楚了 顺带一提 衍生工具只是投机性的部署 赚到肯定是开心要走 输少少也应该是离场的 它不是正股 正股还可以坐下 衍生工具 一般来说是一两天货制 大家要记得 以上 明天来说是一句 不思论 你会认真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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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